台湾2024选举落幕 民进党得票率不足五成 引发了舆论关注 有台媒分析称 得票衰退 民进代表席位减少 都是绿营的警讯 接下来民进党还将面临更多挑战 据台湾中时线网报道 在2024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中 赖清德以40.05%得票率胜选 不过有台舆论分析 对比蔡英文2020年的 57.13%的得票率 赖清德此次得票率衰退将近两成 支持者减少约260万人 就连在他的本命区台南 赖清德得票数也大幅衰退 这些对民进党而言无疑是警讯 2024选举结束后 台湾地区立法机构113个席位中 中国国民党获得52席 民进党51席 台湾民众党8席 五党籍及未经政党推荐者2席 有台学者分析认为 绿营民意代表席位 相较2020年减少了10个 这是来自台湾民众的警告 台媒报道称 民进党民意代表在台立法机构 不再拥有多数优势 接下来台立法机构中的对立状态 可能加剧 民进党立法机构党团总召 柯建明受访时也称 民进党团将面临严峻挑战 赖清德就要考虑说 跟民政党组成联合内阁 要不要去让 但是我觉得不太容易 因为赖清德本身的个性 是相对比较独的 台湾中国时报是论文章称 2024选举的投票结果显示 民进党站在近六成民意的对立面 赖清德仅得到约四成选票 意味着他不能代表台湾主流民意 他的台度路线 不被大多数台湾人认同 如果赖清德不能在实际政策上 有所行动 仍难以改善两岸关系 而台湾经济也将面临更多的困境